12月26日,韩国年度盛世SBS歌谣大战在韩盛大登场 未料直播竟出错,场面一度非常尴尬 直播中,TWICE九人穿着白色甜美服装 原本预计在舞台上献唱TT 怎料,电视台播成GoFront的歌曲 九人面面相去傻站台上,持续了近10秒 主办方才发现自己播错歌 紧急换成他们的歌曲TT以及Cheer Up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直播中出错,引起韩网网友们的一阵批评 不过虽然直播大出错,TWICE仍敬业地完成表演 据悉,SBS2016歌谣大战26日在韩展开 现场重新云集,Big Bang,XO,防弹少年团 TWICE,GOX7,Zenblue,Red Velvet,Infinite,Blackpink,Vix,Mama Moon,AXID等团体 兼有舞台表演 2015年10月20日出道的TWICE组合 以他们独特的魅力、个性 以及正值青春年少的少女气息迅速走红 在镜头面显,展现甜美且充满青春少女风格的九人九色魅力 广播可爱的风格非常好看 今年10月21日发行的第三张迷你专辑 TWICE COSTER LAY ONE更是大受好评 截至12月26日,共售出34万7千张 成为了今年韩国最创销的女团专辑 在韩国创片市场 女子组合的专辑销量相对于男子组合一直处于劣势 女子组合的专辑能够售出5万张以上就被视为成功 而TWICE COSTER LAY ONE将近35万张的销量 就学了TWICE在韩国的火爆人气 据悉,TWICE本周还将继续出演韩国各大电视台的年终颁奖品活动 真是当机满满呢